《猎王纪上》第七章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花了13年才完成 他有建造黎巴嫩陵宫 长44公尺 宽22公尺 高13公尺半 有四行相伯木的柱子 柱子上有相伯木的横梁 柱子每行15根 共45根 柱子上有箱房 是用相伯木盖屋顶的 有窗框三行 窗与窗相对 共有三层 所有的门和窗都有四方的框子 有窗三层 窗与窗相对 他有建造柱廊 长22公尺 宽13公尺半 在柱廊前有廊子 在廊子前又有柱子和台阶 又建造王室座廊 就是审判廊 他在这里执行审判 由地板到天花板 都贴上香伯木板 所罗门自己住的宫殿 是在廊后的另一个院内 建造法相同 他又为他娶法老的女儿 建造一座宫院 建法与这廊子一样 从根基到屋檐 从外院到大院 这一切都是用贵重的石块 按尺寸凿好 用锯子内外聚齐的石块建成的 根基也都是用贵重的大石块 有长四公尺的 也有长三公尺半的 上面有按着尺寸 枣好的贵重石块和香伯木 大院的周围 有枣好的石头三层 香伯木一层 与耶和华的内院和殿廊一样 所罗门王派人去把护兰 从推罗接来 护兰是拿弗塔利支派中 一个寡妇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 是个铜匠 护兰满有智慧 聪明和知识 能做各样铜工 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 做王的一切工作 他铸造了两根铜柱 每根高八公尺 圆周五公尺三公寸 他又用铜铸造了两个柱顶 安放在柱头上 每个柱顶高两公尺两公寸 他又为柱头上的柱头顶 做了两块网子和变结成的链子 每个柱顶有七块 他又做了两行石流 围绕在柱头上 柱顶的网子上 两个柱顶都是这样 篮子里柱头上的柱顶 柯有百合花细工 两根柱子上 柱顶的古杜上 网子旁边各有石流二百个 分两行环绕着 他把这两根柱子 树立在殿廊的前面 树立在南边的柱子 它起名叫雅金 树立在北面的柱子 起名叫波阿斯 在柱子的上头 可有百合花的细工 这样做柱子的工作就完成了 他又铸造了一座圆形的铜海 从这边到那边 四公尺四公寸 高两公尺两公寸 圆周十三公尺两公寸 在铜海边缘以下 有刨瓜围绕着 每四十五公分十个 刨瓜共有两行 是铸造铜海的时候 一并铸造上去的 铜海安放在十二头铜牛背上 三头向北 三头向西 三头向南 三头向东 铜海是在铜牛之上 牛尾都向内 铜海厚七公分半 边缘好像杯子的边缘 又好像百合花蕾 能盛水四万公升 他又做了十个铜盆座 每个长一公尺八公寸 宽一公尺八公寸 高一公尺三公寸 盆座的做法是这样 盆座有树边 各边都连接在盆架中 在盆架间的各边上 有狮子、牛和鸡鹿帛 盆架上有座 狮子和牛的上下 都有花蚊的浮雕 每个盆座都有四个铜轮和铜轴 在盆座以下的四脚上 有筑成的支架 各边都刻有花蚊 盆座的口从内圆到顶 高四十五公分 盆口做圆形 照盆架上的那座的样式 直径六十六公分 盆口的边上也有雕刻 盆座的边是四方形 不是圆形的 盆座的四个轮子 是在盆边的下面 轮座与轴相接 每个轮子高六十六公分 轮子的形状好像车轮的做法 轮轴、轮网、轮幅、轮骨 都是筑成的 每一个盆座的四脚 都有四个支架 支架是与盆座一块筑成的 盆座顶上有一个圆圈 高二十二公分 在盆座顶的座的称子 和边缘是与座一块筑成的 又在称子和边缘的上面 刻有基禄箔、狮子和棕树 又在各空处周围刻上花纹 他这样做了十个盆座 筑法、尺寸和样式都是相同的 他又做了十个铜盆 每个铜盆能盛水八百公升 每个铜盆的直径都是一公尺八公寸 在十个盆座上 每个都安放一个铜盆 他把五个盆座放在殿的南边 五个放在殿的北边 又把铜海放在殿的南边 就是靠东南角的地方 护栏又做了盆子、铲子和碗 这样护栏为所罗门王完成了 在耶和华的殿里所要做的一切工程 所做的就是两根柱子和在柱子顶上 碗形的柱顶 两块遮盖柱子顶上碗形柱顶的网子 在两块网子上的四百个石榴 每块网子上有两行石榴 遮盖在柱子上头两个碗形的柱顶 十个盆座和盆座上的十个铜盆 一个铜海和铜海下的十二头铜牛 锅、铲子和盘子 以上这一切器皿 都是护栏为所罗门 在耶和华的殿里用磨亮的铜做成的 是王在约旦平原 在舒戈与萨拉之间用尼磨铸造的 这一切器皿 所罗门都没有乘算过 由于数量太多 铜的重量也无法估计 所罗门又做了耶和华店里的一切器具 就是金坛和放陈设柄的桌子 内店前面的金金灯台 右边五行 左边五行 还有金花、金灯盏 金金的碗盆 竹简、盘子、条羹和火顶 内店制圣所的门框和外店的门书 这样 所罗门为耶和华的店所做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 所罗门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运了来 存放在耶和华店的库房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